除了拿着天选恋爱剧本的男主 那些男儿看姊妹的眼神也是同样深情款款 想当年杨子和李线合作小亲热抱母后 全世界都在磕童颜夫妇 可能二号胡一天的出现 差点就让观众朋友们磕叉批了 甚至以为胡一天跟哥哥含伤颜是情敌 毕竟高冷的胡一天 在面对杨子时完全变得不一样 甚至在片场俩人的打闹都透着粉红泡泡 不爱笑的胡一天 在看见姊妹时永远都会仰起嘴角 只要杨子向他打招呼他都会挥手挥手 那拉斯的眼神真的说不清 腾讯一晚会上 杨子和长相思的四位男主一同出席 一行人还就坐在胡一天面前 不知目睹一切的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 但能看得出来胡一天一直在关注杨子的动向 网友瑞凭感觉这个也爱情细事 眼神都没有这么拉斯 后面杨子与谭剑次合影时 旁边起码四五个人关注着情况 除了后面落寞的胡一天 还有一旁的哥哥张婉懿和小谜弟王嘉尔 看起来都很想挤进镜头和姊妹合照 而长相思第一季都已经完播一年了 但网友看到妖精CP还是走不动它 毕竟邓维看姊妹的眼神真的说不清 嗨六中两人选搭档第一次选的都是对方 在第二次选人时 姊妹选择谭剑次之后的邓维 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偏爱呢 姊妹的持名小谜弟还有王嘉尔 当嘉尔得知从小到大的女神杨子 要来参加拜托了冰箱时 整个人都控制不住的激动 甚至还特意准备了姻缘守抚 姊妹还没出来了 她就已经放在胸前举好了 本来普通话就不怎么好 等到真正见到杨子本人直接语无伦次 观众直呼这还是那个在舞台上 横着乍天的王嘉尔嘛 纯纯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谜弟 闲聊时姊妹说自己比王嘉尔大二岁 这原本只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话题 可此时满心满眼都是女神的嘉尔 直接表示年龄不是问题 把姊妹都说脸红了 王嘉尔的小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 之后的展示冰箱环节 嘉尔看到何老师忘记戴手套 就去介绍女神的冰箱赶忙拿起手套递给何老师 并且谁能想到姊妹竟然还和微薰合作 两人演的还是夫妻 北京女子图剑中 杨子饰演的小护士勇敢追爱魏大薰 怪不得看你好信息六中 看魏大薰和姊妹两人不是一般的认识 原来是老熟人嘛 而微薰对姊妹也是真的很丑 玩游戏被姊妹泼到自闭也不生气 两人间互动满满氛围感 姊妹真的是CP之光 无论合作哪位男演员都会让网友磕声磕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